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执掌不降的高房价议题 到底有没有解放 为了有效遏制炒房 行政院院会3月中旬 通过房地合一税2.0修正草案 立法院裁委会3月29号出审通过 预计把短期交易的定义 从两年延长到五年 也就是说修法通过后 买卖持有五年内的房地产 将课征35%到45%的交易所得税 希望减少短进短出的炒房行为 但真是如此吗 学者专家认为 即使提高了房地合一税 投资客只要占缓交易 或者把交易行为地下化 就能避免被课中税 打扫房效果恐怕不张 认为政府不只要加强稽查 更应该落实囤房税 不过财政部表示 目前囤房税率难以全国统一 加上持有成本提高 房东可能把持有成本 转嫁到房客身上 因此暂时没有修法打算 到底房地合一税效益如何 有没有必要实施存房税呢 记者蔡家珍 陈世忠带您了解 年轻人觉得世代不正义 居住不正义 没有焦虑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为了落实居住正义 第二指炒房行政院院会大动作 通过房地合一税2.0修正草案 送交立法院审议 把短期交易的定义 从两年延长到五年 个人房地产交易 只要持有一到两年内出售 都要克45%重税 持有二到五年出售 税率也从20%提高到35% 持有五到十年或十年以上 再出售 税率则维持10%到15% 就是要用税制改革的 这个政策工具 来抑制炒房 除了个人交易 这次的房地合一税修正草案 也把境内盈利事业 纳入课税目标 也就是说利用公司航号名义 五年内短期买卖房地产 同样要克35%到45%的交易所得税 在现行盈利事业跟个人的税率 采不同的 不同的税率的课税方式 所以造成有一些个人可能会 假借盈利事业的名利来买卖不动产 来规避个人适用比较高的税率 所以这次的修正主要是让盈利事业 跟个人的适用的情况可以一致 这样子来防渡这种规避的行为 房地合一税如果提高 对投资客来说 差异到底有多大 若以扣除规费交易所得500万元来试算 持有一到两年出售 房地合一税从175万元涨到225万 得多缴50万元 如果持有二到五年出售 房地合一税差异更大 足足比过去多出75万元 只是提高房地合一税 到底能不能像政府所说的 能够有效防毒炒房 许子专家态度保留 因为草房客本来就是要赚价差的 现在利益都这么低 然后他要赚价差就继续赚下去 管你囤五年 他就囤啊 他的成本很低啊 表面上好像有做一些打击草房的效果 实际上对房市效果只有那么一点点 法安机构也好 或者投资客也好 其实拉长 那我就怎么样 就囤房吧 我短期不交易总可以吧 不过我只交易人头去处理如何 囤房所以觉得弥补了 房地合一税的漏洞 对不对 那你要囤房 你要不交易 那我囤房给你 那你也很贵啊 划不来啊 那我就只好交易 那房价就会下来了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囤房税跟房地合一税 这没有双管齐下 显然是有它的漏洞存在 直言房地合一税 只是打炒房的方法之一 影响相当有限 专家认为 如果想要刺激大户 释出多余空污 搭造健全房市 恐怕还是得靠囤房税 政府没有整套的包套下去的话 这个打房一定是失败的 因为它缺乏真正囤房税 缺乏重罚 一般来说持有越多房产 房屋税率越高 就称为囤房税 按照现行房屋税条例 个人持有三户以内的房地产 列为自住 持有税率1.2% 第四户起 视为非自住 才1.5%到3.6% 累进税率 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 但实际上全台22县市中 只有台北市 桃园市 新竹县 廉江县和宜蘭县 提高非自住税率 其他多达17个县市 囤房税率都维持在 1.5%的最低标准 和自住税率 差异不大 中央说 各地方政府的税率 我给你一个范围 那你自己去订订吧 所以各地方政府 都找最低的 坦白讲 理论上 累进客税 其实是应该越大 差距越好 2014年 下半年是囤房税之后 结果是从 房价从台北市的蛋黄 去开始跌下来 然后到蛋白去 到蛋壳去 所以知道显然是看起来 囤房税的效果是很大的 学者举例 台北市从103年 开始实施囤房税 根据内政部统计 从第三季到第四季开始 房屋价格指数 就逐渐往下走 建议政府应该由中央 定出全国一致的税率 才能有效落实囤房税 在野党也要求提高囤房税 但财政部依然在 甚深评估当中 房税持有成本增加 在一些需求大于供给的 这些地区 那是不是会造成说 房东会把他增加的成本 转嫁给房客 把它造成房客负担的增加 那还有就是我们增加的 持有税 是不是可以让那些 财力比较大的屋主 也会愿意就把房子 撕出来 还有国外实施的经验 这整个都是我们必须 要去通盘考量 就怕提高囤房税率 会造成房东把持有成本 转嫁给无辜租屋族 因此政府暂时没有修发打算 四户以上 我就开始加他的房屋税率的话 那以房东来讲 他可能就把这个增加税率 转给成租人 我如果是超过四户以上 用这个标准 那现在的可能受到影响的成租户 有七十八万户之多 房租支税上涨 是因为房价关系涨 不是因为税的关系 所造成涨 那房价才是真正关键的核心 那如果实施囤房税 看到成交是房价会下跌 然后因为囤房税结果 是使得你的空余屋 慢慢释出来 专家学者认为 高房价才是影响房租上涨的关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未来房地合一税 也将纳入预售屋交易 过去的话 转单交易的话 而是并到这个个人所得税里面 那个人所得税当然就是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四十的税率 可是如果纳入房地合一税的话 它最高的税率是百分之四十五 比这个所得税最高的税率还要高 那所以相较之下的话 它在这个预售市场来讲 它如果转单转售这样子的效益 可能效果就并不如之前来的 就是效益来的高 增值的空间就明显的被压缩了 消息一出 外界预期将掀起一波 预售屋抛售潮 让市场空无增加 但真是如此吗 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一个 一千万的预售屋 我要卖给你一千一百万 理论上好像变成说 我们获利是一百万 所以要克四十五%的房地合一税 但实际上呢 预售屋的交易是 我这一份一千万的合一税给你 你给我一百万的现金 所以在法律 在任何登记上 实际上登记上 你也是一千万的房子而已 一百万是现金私下给我 所以我的获利是私下获利 所以政府扣不到任何税 买进卖出 还没有登记就赚那个价差 那问题是政府也抓不到 因为它没有不像 我们房子要在地上所登记 它不用登记了 建商里面换名字就好了 那现在是说好药 药我很同意 怎么落实 说白了 凡定出来 税率看起来很有威和效果 但就怕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何况房地合一税 还有排除条款 转值 比如像说 它可能因为工作的地点调度 所以它必须要卖房 如果它是属于重大的这个商病的话 它可能在财务上面有些需求 那这个的话也是可以就是 有这个20%这个税率的 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部分 也可以排除掉 就避免它会被刻到35%或者是45% 这样这个税率了 原本是替有需求民众所设计的减税优惠 但看在学者专家的眼中 却可能成为投资客的逃税漏洞 会不会利用这个漏洞来假装说 我是要关工作 拿一个假的证明给你看看 如果税查不实就像现在实际上登陆 这个乘务部分都税查不实很多人做假码 那造成大家有恃无恐 所以我想这一块大概是很大的漏洞 其实我们在去年配合新政院的 捐权房地产市场方案里面 我们就有通过了查核的计划 那我们有针对个人交易 预售屋或者是说城屋等这些的交易 我们有请国税局做一个专案的查核 改革没有万灵单 但绝对有努力空间 想让民众相信政府打击草房是完真的 怎么落实才是重点